中美经贸摩擦夜年多来 双方打打谈谈 是越看越轻 理越辩越明 美国毫无诚信 出耳反耳 挥舞关税大爆 实施极限施压 其贸易霸凌主义的面目 国际社会已看得一清二楚 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美国不惜严重破坏国际贸易秩序 加深全球经济不确定性 极尽讹诈之门是 美国要在经贸摩擦中完转如此极限手段 当然需要靠大量谎言做铺垫 这一点 蛮不过明眼人 前摩根是戴利亚州公司董事长 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研究所高阶研究员斯蒂芬罗奇 不久前在世界报业新迪加网站发表 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错误叙事一文 就把美国政府的种种谎言和错误逻辑 说得非常透彻 华盛顿在事实 分析和结论方面都十分轻率 而美国民众 在接受这种错误叙事时过于轻信 罗奇的文章发表于4月26日 当时 美方就中美经贸磋商 不断释放乐观资讯 但后来的进展证明 美国国内对中国的不信任不会因为贸易协议的达成 而消失 这可能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因为中美之间的互信已经千疮百孔 达成一项肤浅的贸易协议 丝毫不会改变这一点 树欲静而风不止 对于主张不冲突 推动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中国来说 互信互利 合作共赢才是正道 但在美国国内 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却难得的就一个关键问题 达成了共识 把所有困扰美国的东西都归咎于中国 痛批中国 这一做法具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广泛的吸引力 然而 从罗奇的文章中不难发现 美国用来痛批中国的猛料 细看来却全是基于错误计算和双重标准的不实之词 谎言一 贸易逆差都是中国的错 2018年 美国同中国有助4190亿美元的商品贸易逆差 这在美国总体879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中占48% 在罗奇看来 这是美方在争论中的避雷针 是美国领导人所谓的造成工作流失和工资压力的大屠杀的罪魁祸首 罗奇指出 特朗普和其他大多数美国政界人士不愿承认的是 2018年 美国同102个国家之间存在贸易逆差 这反映了国内储蓄极度不足的问题 而美国国内储蓄不足在很大程度上 正是国会和总统讨率批准的预算是自造成的 也没有人承认供应链扭曲的问题 这个问题起因于在其他国家制造投入品 但在中国装配 并从中国发货 据估计 这个问题把美中贸易 不平衡 夸大了35%至40% 更别提让美国消费者受益的基本聚集关经济状况 和全球生产平台效率的提高 显然 把中国说成是让美国再次变得伟大的主要障碍 要容易得多 谎言二 中国窃取智慧财产权 伤害美国创新能力 智慧财产权保护 强制技术转让问题是中美经贸磋商的重要议题 也是美国抢词夺理 抹黑中国的重灾区 中国每年窃取价值数千亿美元的美国智慧财产权 从而给美国的创新能力造成致命打击 在美国舆论场已被重复成了公认的真相 但罗奇对这种说法的公认 源头提出了合理的质疑 美国智慧财产权委员会声称 2017年 智慧财产权盗窃给美国经济造成的损失在 2250亿美元至6000亿美元之间 对此 罗奇指出 这一估值的范围大的离谱 这些资料是基于不可靠的代理模型 得来的站不住脚的证据 代理模型试图给被不法活动窃取的商业秘密估价 这些不法活动 包括毒品走私 腐败 职业欺诈 非法金融流动等 中国盗窃智慧财产权的情况 来自美国海关与边境巡逻部门的资料 他们在2015年 总计缠获了价值13.5亿美元的刀版和假冒商品 美国用同样不可靠的模型 在这个小数目的基础上进行推测 得到全国范围缠获的刀版和假冒商品总估值 并将总估值的87% 归咎于中国52%归咎于中国大陆 35%归咎于香港 于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2018年3月发表的301条款报告中强调了这一点 该报告为对中国加征关税提供了基本理由 美国企业与其中国合资企业伙伴之间存在强制技术转让 谎人三 中国强制技术转让 罗奇指出 合资企业显然涉及人员 企业战略经营平台和产品设计的共享 但美方的指控是强制 这与一个假定密切相关 极精明老链的美国快国企业 愚蠢到会把核心技术转交给他们的中国伙伴 这又是一个以软证据提出硬指控的惊人立项 罗奇在文章中说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美国贸易代表弹公室实际上在301条款报告第19页中承认 没有确凿证据证实这些隐性操作 就像智慧财产权委员会一样 美国贸易代表弹公室 依赖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等贸易组织进行的代理人调查 在这些调查中 受访美国公司抱怨中方对待他们的技术的方式 令他们感到一些不快 罗奇在文章中 还批铺了美国政府在中国制造2025货币操纵等问题上的错误叙事和错误反应 他指出 长期以来 日本 德国 法国 甚至还有美国一直在实行与中国类似的产业政策 就在今年2月 特朗普签署行政令 宣布启动美国人工智慧倡议 并提出在120天内 制定一份人工智慧行动计划的时间框架 显然 中国并不是唯一把创新提升为国家优先政策的国家 针对中国货币操纵这一美方关注的老问题 罗奇指出 自2004年年轻达 自2004年年底以来 以广益贸易加权计算的人民币实际升值超过50% 中国一度庞大的经常专案盈余几乎消失 但是 以往在货币问题上的不满依然存在 并在目前的谈判中得到了许多关注 这只会让华盛顿的叙事错上加错 更大的谎言 中国是美国的生存性威胁 罗奇对美方一系列错误叙事的澄清 显然有助于美国一些人 在中美经贸摩擦问题上 获取正确的认知 正如他所言 美国应该自省 如果美国的名嘴阶层选错了 痛批中国与其说是对真实外部威胁的反应 不如说是国内问题的产物 那怎么办呢 罗奇是中美经贸问题的专家 借助他的专业分析 人们对美国在中美经贸摩擦中的错误叙事 的错情错应更加了然 事实上 有充分的理由认为 缺乏自信的美国受困于自身造成的聚集观经济失衡 并担心自己退出全球领导地位所带来的后果 接受了一套有关中国的错误叙事 虽然注笔不多 罗奇对中美关系大局 同样深有感触 在罗奇看来 固执地把中国当成对美国梦的生存性威胁 会带来严重后果 他在文章开端这样写道 这已经导致以牙还牙的关税 不断升级的安全威胁 发生新冷战的警告 甚至是有关崛起中的大国与现任全球霸主之间 将爆发军事冲突的传言 但且自省工 默密他替代 罗奇指出 他文章的重点是强调 在指责他人时 需要客观和诚实 尤其是在当前美中冲突利益攸关的情况下 可悲的是 把注意力放在替罪羊身上 显然比反观自照来得容易得多 客观诚实 正是美国政府在处理中美经贸磋商 乃至规划中美战略关系中急需的品质 然而 美国政府在现实中的做派 却与这一品质南辕北辙 在中美经贸谈判中 美方一再出尔反尔 得寸进尺 一味漫天要下 极限施压 导致谈判严重受挫 在更加影响深远的中美战略关系上 美国一些人患上被赶超焦虑症 竟然生造出中美文明冲突 为打压意想中的美国全球主敌 而寻找借口 解零还需系零人 心病还需心药医 从挑起对华贸易战到寻求对华战略遏制 美方在对华关系上的种种失去理性的举措 不仅是对形式的严重误判 更完全低估了中方捍卫自身权益的决心和意志 美国能从自己一手制造的矛盾冲突中得到的 只会是自身公信力的折损和软实力的削弱 并弃谎言与私欲 树立客观和诚实品质 美国政府刻不容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